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东京展览的时候的这个空间 其实还蛮像台湾的棋楼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好像电屋一样的空间 它的背后反而是东京的天际线 那个林胜峰老师 实际上他学年轻的那个小林胜峰 他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用台湾这种 带了一群同学 用这个很台湾的手工 这种很小的微小的点来支撑这个国家的感觉 做出了刚才各位看到的 像这样子的小小的架子 那这个空间就是很 其实还有点满台湾的 后面有一个在斜坡 像宜兰的那个山壁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 好像在下雨的感觉 他其实他一直鼓励我们装水 所以如果大家到东京的展场地面是水的 这个我也蛮惊讶的 他们竟然会主动愿意做这些事情 这本书完全是 我们有六个很厉害的 曾经在各杂志做编辑的作者 他们去访问曾经在田中央工作过的伙伴们 所以他们现在是散步在各处 在高雄 台南 彰化 台东 这样子 所以我知道 两个月前我才看到 就是他们已经工作一年多以后 才看到那个初稿 那稿子 我自己看都觉得好像侦探小说 这样 就是凶刀在哪里都一直没出现 可是反正大部分的人都在骂我 这样子 可是你也知道那个感情 所以我觉得那本书是有点特别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顺利的出的来 所以这个在Alphato Mew 那Mew这里面的展览 一进场就是我罗东文化工厂 那樱花林园在后面 所以这个大的画面 会让这个空间里外的 这种穿透的关系 会展露得比较清楚 那我也觉得那个小林春风也很厉害 他瞬间就把这个 这个展架变得更单纯 让主题很清楚 整个展架很轻盈这样 我们台湾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同样是北纬的24度 却有温和的气候跟长绿的地景 同样是东京121度 台湾相对民主 还算容易放慢脚步自己决定生活 那我们宜兰呢 有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的陪伴 也幸运地阻隔了过度的开发 和日本、琉球、菲律宾一起面对地震跟台风 龟蛇把海口是我们美丽的神话 三条水要加在一起 才冲得破沙丘 我们南洋平原是一个46万人的农业地带 和首都台北差不多大 但是多余独立 勇敢地迎向季风 宜兰有反抗的传统 自给自足 从来都不被系统绑架 从光亮的夜景来看 当代的宜兰呢 是更像是一个具备多种可能的 新的混合型的农业都市 我自己出生长大 在1963年的台北 大学毕业前 台湾仍然在戒严 后来跑去美国念书 在洛杉矶工作 后来还跑去North Carolina State教书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那个原来以为出国 可以找得到的那个真正的自由 1993年回到台湾 在后来的20年 慢慢才体会到 自由其实是一种进行式 是在尽量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 1994年我们开始在宜兰定居 成立了事务所 那从1994年到2014年 为了能够在现场做设计 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 都在30分钟的车程以内 从小小的工地开始学 学会把身边的事情 把它修好一点 勇敢的建议政府 把机关搬到没落的河边 而且就算是巨大的这个政府建筑 只要努力的话 还是有可能把它安排成 好像住宅的尺度 融入社区 这个社福馆是很多公务人员 上班的公家机关 用当地的材料 复兴当地的手工 热热闹闹的 像是一个垂直的村子 永远欢迎邻居去穿越 当年就很想要做一点什么 来延伸到河边 但是得先克服交通 和河川法令的限制 反正抱怨也没有用 我们就决定先去解决 临近衰退老城的问题 因为也由于我们自己 早就先自行做好了 研究和设计 你知道台湾就是这样子吧 那等了很多年 忽然有来自中央政府 扩大内需的财政计划 才来得及建议把这些钱 用来做空中的人行步道 那沿着我们同时种下的数据 凌空跨越危险的公路 在同一个时间 我们开始和邻居聊天 想找出另外一条通过 这个旧城社福馆 通往河边的小路 那虽然预算都还没有来 没有钱做路 那就先研究 怎么去改变河川的断面 去计算水流量 把河变得更美丽 三年之后终于 把这个水泥的堤防 变成美丽的草坡 那河川就算变漂亮了 还是缺少小朋友安全 过河的步道 在等待资源的过程之中 两年以后 反而先找到机会 去整理排水不好的巷子 就好像等待发酵 等了十年 终于可以切下台电的围墙 让绿衣进入巷弄 加重这些邻居们 每一家门口 本来就有的树种 那如果有排斥种树的人 就告诉他说 那隔壁每一家以后 都会有阴凉的大树 如果你现在不要的话 以后想要要的时候 可能也不会有机会了 那如今每一个市民 也就已经有机会很高兴地 穿过社福中心和乌桥 十三年以后 我们终于向上级政府 找到了经费 一举把这个金煤栈道 跨到河对岸美丽的农庄 运用向旁边延伸的计划 去调整旧的据点 我为了要克服台湾 一厢只有建设经费 而缺乏维修预算的问题 就这样慢慢做 一年一年互相修正 反而也做得到 本来也没有想过的品质 火车站前面 原来是学生和老人 常常会被阻足出百公尺之外的地方 你知道就是有些人 是没有人替他们讲话的 那放大的构造物 为的是运用地方上两党政治 谁都不敢拆掉它 这个免得被对手攻击为浪费公堂 这种惯性牵制 那为预计35年才长得好的丢丢党行动 能够保住公共空间不备 有利人士去合法变更 因为民众会非常喜爱 这个国营事业及中央政府 就没有理由去变更 都市计划把公共空间用掉 那大树下的童年 这个还记得 我就不晓我自己 偶尔会记得这个世界 总是随着自己的身体会 忽大忽小 那把丢丢党森林附近的小学的体育馆 故意做得矮一点 在城市的门户狼带上 形成一个从来没有被 认真对待过的儿童青少年剧场 想起小时候才会看见的细节 那从小学走到市场 旁边以前有甲山的公园 那田中央把他挖地 除了自洪 而且留地给生物 那这个计划 在八年前就 就在快要施工的时候 忽然被 当时的那个市长要求停止 不过这个市长也终于在2009年12月 写卸任 再往西走 两个庙中间的历史巷弄呢 会加上都市尺度的引导照明 那宜兰县政府再花了七年 把街角的银行搬到后面 把原本的历史建筑 就加装成为美术馆 那把产业救回来 老员工也没有人失业 把围墙切下来成为路边的座椅 那附近的两个小学 从此上下课也就变得比较安全 八八峰在重创台湾南部 我们决心把对治水的关心 拉到第一顺位 并且开始补充学习 水是宜兰的灵魂 适当的用水是美 也是祖先的智慧 在八千代川 就是原来这个护城河 重新开盖的故事是 刚开始的时候是小学老师给的作业 我们邀请了政府人员 一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转到地下 用自己的鼻子去闻一闻 确定双重确认水质 到处借地 把水道绕出马路 避免冲击到 用路人习惯的交通容量 那平行公路 新建阶梯向下的水道 不必做生意的栏杆 而且可以装更多的雨水 都市通常是越垫越高 你把它 把这个水漏出来 其实也就漏出了百年的旧城 其实更重要的是 就可以 这些其实不太能说 就是你就会看到垃圾 就可以往上追 到底是谁追 到底是谁丢的就会清清楚楚 那如今这里已经是一个 生动的环境教室 那不只是小桥流水 而且是向农业水利致敬 田中央的宿舍和工作室 就位在老村落的旁边 伴着雪山山脚下的大树 认真学习成为时代定居的人民 我们学习一起 种菜 中午一起开火订购 邻居自然气做的食物 附近的水池 让同事们很容易保持身体健康 稻田收割后的夏夜 各地来的学生 会在办公室的后方看电影 田中央有各种空气新鲜的会议室 并且从全世界邀来乐观的技术顾问群 我们做大模型 从来就不害怕写实 希望居民和工人也都比较容易了解 这每一片的模型因为都要上工地 所以总是会脏脏的这样子 那为了抢救被车道影响的树根 那也和政府一起把来养女众的围墙松开 改成飘离地面 可以歌颂落叶的高家透水步道 那说服这个铁路局高层 这个铁路高架以后不必铲掉原来铁轨所在的土体 台铁有机会发展出一个长约三公里 下雨天可以躲在高架铁路下的社区公园 这些事情我们都只能是找机会边做边学 学土木 学治水 学交通 青年们的真心真的会有各行各业的人来教会我们 我们要的是流出大片的谷地 用心看见那世代保护蓝阳 早应该被尊敬对待的沿海层层沙丘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旧河道的复原向尸体致敬 同时也推动宜兰全海县的四大水公园 我们其实对教育对运动都很尊重 那大大小小的都市尺度的棚子都成为民族生活的聚会点 那罗东是一个靠木材起家的城市 它的地下水位很高 罗东老一辈总是想找回昔日 到处都是大工厂大森林的光荣 那大棚架一下羊头 你会唤起一种在水底看浮沫的这种记忆 那把美术馆吊起来的剖面策略 会认真地把空间的中断空出来 不管是谁来执政都不会挡到四周互望的视线 那水池迎接每晚从西边吹来的山峰 它点出了公共工程本来就应该有的 还天地与万物的行凶 那这个过程一定要不怕麻烦非常的公开透明 在施工的时候就常常有生命在穿越 那2012年那一年还没有完工 就已经先办了金马奖 大棚架下的公共艺术 是一个可以在空中喝茶的地方 日本的腾生造型先生 他邀请了正名协力动手一起做 拉起来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开心 依然的公立墓园 现在竟然开始需要一个游客中心 这个游客中心是山的精灵 大概是那个哲学审美胜过了忌讳 国际樱花林园马拉松 每年一开始报名就秒杀 我确实也觉得宜蘭快速的变质恐怕不是好事 倒不是觉得宜蘭应该要停留在一种什么很相仇似的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的生活周遭如果能够有更多样的可能 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他越生猛 越有多样的可能是比较好 所以太大量的人用人的意志去改变 就很像那个添加食物这样子 就是意志走在前面 通常我反而是比较担心这些事情 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自由的人 都有比较安分守己的人 那我也相信应该没有任何人想要把事情做坏 他一定都想要 他有一些哲学就是觉得 比如说我也想要留得青山寨比较重要 那有的人觉得我就是要冲这一把比较重要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所呈现的样貌 应该都是非常多力量平衡的结果 那我们通常能够唯一扮演的就是说 不断地让 当有人很顾著地说事情非这样不可的时候 我们就会试着去发声说好像也不是只有这样吧 我们现在的大家对我们的了解 其实不是只有各县市 其实中国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很多的邀约 那可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 那就跟我的信仰有关了 就是我刚刚前面一直讲的希望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跟全力自己去做出来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一个影子 那个河川 那个水 会不会被保留住 能不能被打开 能不能 我觉得大概只有这么坚定的信心 会让有别的目的的人 他迟早要退缩这样子 所以我讲的这样 这样讲的有点玄 可是 心情轻松 动作 动作很有体谅性 可是毕竟他常常都还是战争 就是 你觉得非对抗的时候就是战争 我自己常常都觉得我们不见得是对的 可是当很确定说 有人用一个更不对的方式的时候 其实我们 就是要硬干 就是打这场仗 有的时候 为民出害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运动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运动 从竞争的角度来是非常差的 可是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 我 好像我永远都会需要有很多的朋友 因为自己的弱点 所以 我还蛮清楚理解到说 就是每一件事情有很多别的意义 所以后来 后来现在 我们的田中亚会变成有点像是一个 我们每次尾牙或者是夏季的旅行 我们大概春夏秋冬都会出去旅行 简直都在像办运动会这样 通常做设计的人 通常大家都觉得是爆肝的 这样子 那我们办公室真的就是 你不信你现在去办公室就没人 就是我们周末不加班的 然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晚上办公室很多人 灯火通明 可是他们应该都是在玩的 就是不是 不是也有人在工作 可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在玩 所以就是 是自由的 那所以这个 运动这件事我真的觉得 至少 我觉得有点潜意识的弥补了 我们台湾什么事情都在比赛的 尤其是在智能上面比赛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对运动 一直都充满了好感 就是 因为我自己的弱 所以我还蛮尊敬或者崇拜这个肢体可以很平衡的人 壮尾的那个地景美术馆 其实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是把它变成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在软的地上 运动流汗之后可以游 很舒服可以洗澡 然后有好的音乐 就是我们不再去想像以前那种 到了海边的游客中心里 走进去还要去看那种 什么黑潮的展览 然后什么 就是我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 你今天那些事情上网去看就有了 那北边我们在推动的几个就是逆风铁人 就是 因为宜兰东北季风下雨嘛 就是 我们就故意在发明 就是故意要去 就是风雨越大 我们就是办在那个风雨很大的时候 这样很爽 逆风铁人 然后东山河其实我们也在推动 其实就是 我是真的都在推动 然后南边的那个吴维港都在推动 那可是这个推动我今天都不太敢放置 因为这个一放就整个都花掉了 一方面就是我讲的话有点问题是说 我讲的话到底是会变真的 还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一个谜啊 我们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很具体 你们明年就看到了 就是一旦不是有那个绿色博览会吗 过去几年都办在吴老坑 然后每年都会有个压力 说什么人数冲不上来 人数下降 什么又亏钱 然后失去的什么绿色博览会的 你不是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答案很简单 他们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帮忙政府做一个什么 很精彩的地景吸引人家来 那我就在办公室里面 请大家来吃披萨 然后聊聊天 就问前面第一个钟头 大家还在认真做设计 第二个钟头我就开始问说 如果你们的这些设计都做出来了 你会不会想去啊 就没有人要去啊 就没有人要去 所以这些年轻人才是未来 对不对 他们才是票房啊 所以他跟我讲说 人家要去 吴老坑就是要去那个没有设计的地方啊 可是过去的 大家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我们今天没有人来 一定是做得不够好 所以要把它做好一点 过去的设计拆掉 又那种应该把它做更固定 也更好一点这样 人家要的刚好相反啊 作为一个常常被人家描述成 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师 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集合住宅 这件事情是还蛮丢脸的 对不对 就是说 那我们只好换很多的方法去 比方说我们做养护院 做企治中心 做老人要做 我们最近在改传艺中心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成就 一群人住在一起的可能性 那至于商业的就是没有人找我 应该没有说不想做或者是不能做 通常是没有机会 那一旦有了机会 也许也不会做成 大家想象的现在的样子 这样可以讲这样 就是说 从那里开始出发 把人好好想清楚 生物环境都想清楚 它也许会长出另外一种状态的商业 然后我也相信我很会做生意 就是 你看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附近的房地产都大涨价 然后涨价之后我就很有罪恶感 就觉得说完蛋了 然后又本来想要帮忙的人 他就更住不起那边 就是这事情一直都很矛盾 我不会没有原则 就是很想要做 可是要做就是做好的这样 就是要做没有道理做一个 就是应该是做这个事情的本质 就是一群人好好住在一起的 一个真正的好的生活 而不是被描述出来的那个假的好的生活这样 我常常会担忧说因为我的固执 会让人家少掉一些更开放的机会 不过看起来 目前 因为最近 最近从我们那边出去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本书 我从我们那边出去的人 他们再回到自己的故乡 跟他们父母碰面 好像也都做得还不错 他当人一旦财务自由 头脑自由的时候 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边是流转的 然后那个人都会到这样 我刚刚就是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们是富有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到这个年 那个年纪 我也五十几岁了 每天都是 都是有朋友走了来了这样子 最近都是大家都带小孩子来给我看这样 所有的学生 每个都抱小孩来给我看这样子 然后呢 我自己回想起来 大概两三年前 我有一次在南澳的 我们喜欢运动嘛 我有一次被卷到那个瀑瀑布里面 这样 那个很大的瀑瀑布里面 就 像我这么会游泳的 就是 我游了几分钟 我确定我游不出来了这样子 那 当下就记得 以前听语言住民小朋友讲说 你放松 他水冲到地下就是会出来这样子 他觉得 好像就只剩下这样子了 这一招 因为我的朋友都还在远远的 我眼睛可以瞄到他们 他们发现了陆续靠过来这样 可是我已经 我像我已经撑不到那个时间这样 那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其实我两三次 有一次我也是被诊断出来 我发高烧很久很久 医生跟我讲说 唯一的可能是零拜 我就问他 那这样什么意思 他说这样就 如果确定的话就是两个礼拜 我就 这样 然后我仔细回想起来 那两个礼拜我也很安静 都没有什么 就是 还蛮平静的 就是跟电影演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很努力 我是有在很长的时间很努力 尽量把该安排都安排掉了这样子 就是 所以 我也不晓得 就是给大家当个礼物 就是也许你可以想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 很真实讲 我常常讲说 走到路上就被车撞死 所以我们是联合事务所 到最后一刻都能够 还能够 还能够很 我觉得要靠真心 然后互相的相信 这个互相相信一定是 一定是平常就建立的这样子 平常就建立的 所以我真的可以 我很 我犯了无数的错这样子 就是不断的犯错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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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团队能够一直往下走下去 就是 朋友就是这样 你犯错他还会支持你 就是 大家都可以忍受犯小错 可是那个价值观是清楚的 就是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个 自己都觉得说 那你去自杀算了 大家就不会做这个事情 好不好 谢谢